从金粉世家中刁蛮任性的大家小姐 到天龙八部里清理脱俗的神仙姐姐 一个幸运的女孩 一个女孩的幸运 幸运背后有什么 本期影视俱乐部幸运女孩刘亦菲 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认识你呢 是从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 里面的那个白秀珠开始的 然后呢又看了天龙八部当中的王雨嫣 那现在你主演的第一部电影 《五月之恋》已经在全国上映了 第一次拍电影跟拍电视剧 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其实拍电影还蛮不一样的 就好比说从她的这种电影的语言 因为电影是那种 我觉得是台词比较少的一种表演 就说她可能从你的眼神 从你的肢体的语言 然后还有通过一些镜头的表现 一些那种时空的那种跳跃 来表现人物 那电视剧可能我觉得就是那种 好比说是回去吃碗方便面再来看 或者说是去休息一会再来看 还能看得懂的 所以说说得比较明白 那电影就是因为观众都在一个黑房子里面 然后就是看一两个小时 全神关注 所以说非常认真的 那《五月之恋》 从名字上来看 大家知道这电影讲的一定是一个爱情故事 那你跟我们讲一下 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其实说是爱情故事呢 大家可能也就会 其实它不是爱情故事 它是一种表现那种两岸之间的两代人的感情 一种思乡之情 也是一种非常朦胧的一种初恋的感觉 就是说到影片最最尾的时候 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两个人的这种关系 只是说可能刚刚快要进入爱情这个阶段的时候 影片就结束了 很朦胧的一种表达 阿信 不知道为什么 在忠孝东路的地底下 总会想起你们的那首《纯真》 还有它的尖奏 那是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呢 你干嘛呀 是哈尔冰人喔 你都不讲 我们的编辑跟我说 我们剪的是最浪漫最美的一段 后来大家看最后这个镜头好像不够浪漫 我们看刚才有一个镜头 就是你骑着单车 手举着一幅画 一幅画什么画的是什么 是油童花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典故 那它其实是 像萱萱就是我在剧中饰演的这个女孩子的名字 她的爷爷是去台湾嘛 然后就非常思念 就是说哈尔冰的像雪呀 家乡的雪 那它也没办法回去 所以没有办法就 它在三亿台北 一个叫三亿的一个郊区 一个算是农村的一个这样一个地方 那每年的四月都会有一个就是油童花落的景象 就是说 因为油童花是白色的 它花落的时候是一片一片 然后地上也是白的 然后空中也是白的 就非常像老家的那种纷飞的大雪 所以说就是说这一点是 就是能帮它消解一点思乡之情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最后萱萱举着这幅画是阿蕾给他的 对到最后阿蕾到哈尔滨来找他 其实很多典故 这不是一下子能讲清楚的 听说拍这个镜头你吃了不少的苦头 嗯 这场戏其实那时候是 我想想看 一月份在哈尔滨拍的 而且是松花江旁边的一条非常 松花江旁边的一条林荫道嘛 非常非常冷 大概有零下二十多度 快三十度的样子 然后当时导演就让我拿着那个画 因为那个画两边是木头做的 木头框 所以就是拿起来也很 很重 很就是很不方便 更何况是骑单车 你要双手脱把 所以当时我跟导演说 我说这个动作可能不太可能我来完成 然后他就去找了一个杂技团的一个替身 就是你们刚才看的远景把画抽出来 那其实是替身完成的 可是静景还是得要我自己 所以没有办法就把那个 自行车的龙头 把它截下来 然后绑在三轮车的这个上面 然后我就坐在一个三轮车上 四个副导演在推我 就是他们可能是比较激动 还是比较太期待这场戏能拍好了 然后就是推得特别快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拿起来反正也是地上很 就是坑坑洼洼的那样不平嘛 然后推快了之后 我就一下飞出去了 飞出去大概四五米的样子 因为它冰面是那种滑的 因为它冰面是那种滑的地上 然后我就大概记得 我就哭了是吓的 因为就是感觉蒙掉了那一瞬间 很疼 手里还拿着画 然后我发现我起来的时候 我的手还是紧紧地抱着那幅画 因为道具是跟我说过那幅画质有一张 如果说没有了就不能收工了 所以说这样 看来一个浪漫的镜头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不见得是很浪漫的吧 对 如果人们在形容你的时候用了很多的幸运 你怎么看的 我觉得我非常 我非常确实觉得非常的幸运 刚好车摆的 一看F这不就留意了 这不就是那个白秀初吗 我觉得表演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就是说会 随时随时会充满遗憾的 光靠运气其实是不够的 两年前 一个远在美国的14岁的小女孩 走进金粉世家 是谁最早发现了她 这是一个机会 移动用户请发短信386到8003 严调用户请发短信386到9850 你将有机会亲民影视天乐部的拍摄现场 零距离接触心中偶像 同时还有珍贵礼物丰重 快来吧 加入我们的短信旅行车 实现心中梦想 好演员 姓影儿 明日之心 临家女孩 看了本期节目 电视机前的你 觉得心目中的刘亦菲 属于哪个角色 快快与我们联系 联系方式 一顿用户请发短信386到8003 联通用户请发短信386到9850 或登陆央视国际网站 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在你拍过的戏当中 有很多古装的 现在也慢慢的增加一些现代戏 你喜欢拍古装戏 还是喜欢拍现代戏 我觉得不一样 我觉得古装是一种比较 有中国特色的 很传统很古典的一种 传统很古典的一种形式 那我觉得现代戏就是表现我比较自然 比较本色 或者说是能够给我表现的范围比较大的 这么这么一步 一步范围 我觉得 其实我都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我跟古装的 其实蛮有缘分的 有很多观众会觉得刘亦菲的气质 更适合拍古装戏 没有 因为我现在在电视剧里面的作品 大多都是古装的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我的现代戏 大家看的是 更多的是刘亦菲以古装形象使人 比如说《金匪世家》当中的白秀珠 和《天龙八部》当中的王尹嫣 我们再通过大屏幕 一同来回顾一下 这两部戏中刘亦菲的表演 我早就说过 天下的男子 绝不肯为一个女子 逃出真心的 总是见一个爱一个 爱一个扔一个 我们做女子的 要想不被别人扔 最好就不要被别人去爱 你是谁啊 现在我才知道 谁是真的爱我 谁会把我看得 比她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可能我们现场的观众也发现了 刚才在看大屏幕的过程当中呢 刘亦菲好几次都把自己的人舞上了 她自己不敢看了 不是 其实 我觉得其实可能 我觉得表演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就是说 会随时随刻会充满遗憾的 你看《金本世家》那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14岁半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就是表演 也从来没有拍过戏 然后我觉得也是 可能进剧组的时间比较仓促 然后就是大概在一个多月时间 把我的戏全部拍完了嘛 导演对我的要求力比较高 所以我比较紧张 那时候也谈不上什么 就是说表演 我觉得自己 就是现在基本上 基本身下出来我都不敢看 很多观众觉得 刘亦菲在演员当中啊 年纪很小 但是一路星图灿烂 也是非常幸运的 比如说大家说 这个白秀珠呢 跟刘亦菲这感觉就很像 她碰到你很适合自己的角色 还有呢 就是《天龙八部》当中这个 王女嫣 如果人们在形容你的时候 用了很多的幸运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 我确实觉得非常的幸运 能够一开始就有这么两部 这样的大制作 这么好的剧本的戏 能够找到我 在我还是一个 一点表演经验都没有的 一个新人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这种重任 就是说压到你头上 你是会有一些压力的 所以我觉得 光靠运气其实是不够的 其实当时已经考取了 北京电影学院 准备回来上学的 然后金本世家的制片 游建民先生就从 我从哪里找到我 就找到了我在美国的 好像找到我家长 然后就安排我回来去拍这部戏 然后其实是利用暑期拍的 所以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进入了我的第一部 第一部的电视剧 那刚才刘亦菲呢 提到了金本世家的制片人 游建民先生 今天呢 他也来到了我们录制现场 先跟大家认识一下好吗 我想先问一下 游建民先生 您最开始是从什么样一个渠道 知道刘亦菲的呢 这个说起刘亦菲啊 这是很巧 当时我们 他这个演员本来是 我们定的是个韩国演员 韩国演员就是 开机十几天了 那来不了 来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批文 等批文等不下来 那天刚好我在那个 在那个三立屯酒吧 在谈讨论另外一个剧本 我刚好车摆在那边 一看我这部就留意 这不就是那个白秀珠吗 然后我说就打电话 给那个我的副导演打电话 我说你赶紧找这个人 那电话下面有个电话 我说你打他电话再找 这后面就也没消息 但这边呢已经拍了 我拍了二十多天了 这边说找到了 他人在美国 我说那赶紧给他 有没有家里 有没有那个生活照片 我要四张照片 就各种知识的 他也马上传过来了 我一看我这就是白秀珠 也就这样就把他 把他就叫过来了 跟他家里的人呢 就反正当时也没 都不认识 反正都没有 也没有很好的沟通 就是我大概把那故事 大纲传过去 是这么一个人 因为当时主要是看他 就形象和气质 特别贴近 我想知道 《金本世家》播出之后 您作为制片人啊 就是各方面反馈来的信息 对于刘亦菲 扮演的这白秀珠 是什么样的 对他的评价呢 我说对他的评价 我觉得不能 不能要求太高 因为他只有 毕竟是当时十四岁 他是买的拍 快拍完